郭文貴之所以可以不放棄 是因為他有許多的地方議會在支持他 所以他只要不便宜放棄 那對於侯友宇就是一個威脅 你來到重慶坦白 我是歐重慶 我們看到 郭台銘還仍然繼續保持興奮狀態 繼續要參選的樣子 而且他還大聲的說 他這個8月23號要到金門去搞他的和平宣言 當然和平宣言絕對是好的 可是郭台銘不是他的民調已經降到10%以下了嗎 照理說應該可以漸漸的把他略而不济 國民黨根本就可以直接把他邊垂化 把他擺到所謂的第四名 也就是說侯友宇可以不用擔心 侯友宇絕對不會是所謂的最後一名 現在呢先把郭台銘給邊垂化再說 這個事情呢 算是金普通出手之後的一個明顯效果 可是啊我們看到郭台銘並沒有放棄 郭台銘之所以可以不放棄 是因為他有許多的地方議會或者是地方的議長 乃至於地方的龍頭老大在支持他 所以呢他只要不願意放棄 那對於侯友宇就是一個威脅 而且侯友宇的民調呢就很難越過兩成五 只要是這個態勢 那侯友宇仍然有可能在正式投票的時候呢 被柯文哲給氣保掉 所以我們這樣說好了 郭台銘仍然在扮演他重要的角色 即便他看起來是一定絕對不可能當選 但是連署呢他倒是可能通過 因為連署只需要28萬到30萬人也就夠了 頂多他連署的35萬那是肯定過 這個呢但是民進黨只要願意幫助他連署 民進黨的黨員呢就有這麼多 而且民進黨可以事先拿到表格 事先就開始運作來幫郭台銘事先連署 到時候只要不要表格給拎出來那就足以啊 但是郭台銘即便連署會過 他要跟國民黨的黨中央來別苗頭 要跟朱立倫唱反調 或者讓侯友宜覺得苦哈哈 他總要有點實力 這個實力關鍵在這個時候可不是錢 因為現在的選大位在台灣 其實僅僅兩三個億的台幣就夠了 能拿了出這筆錢的人來說啊 我說全台灣少說你可以找到1萬人以上 那麼也就是這個情況是非常簡單 再加上台灣的選舉辦編法裡面啊 他其實有一條就是這個政治現金法 事實上是一個企業可以捐100萬台幣給政黨 這麼說來只要10個企業就1000萬 100個企業就是台幣的一個億 200個企業就是兩個億咯 還有一個是 是投完票以後你只要是當選人的 三分之一你過關了 你又還可以拿回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那就是一個人30塊錢台幣 那麼如果投票給你的呢 是100萬那就是100萬乘以30了 這又是一個不小的補助 照這麼說要賠錢其實並不容易 因為國民黨總會有兩三百個以上的企業 願意支持那個100萬 這還是真話 因為我這樣說啊 光是從大陸撥欠到台灣 幾個重要的所謂外省企業幫 包含山東幫或者是上海幫 他們旗下企業隨便 夯不當當的數上一數 都有幾百家公司 每一家公司都是所謂的大型企業 比如說以這個聯強電腦來說 他有上百家公司 比如說於這個徐徐東來說 他也有將近200家的公司 你只要兩個大佬一出面 他們旗下公司 每一個公司稍微按照金額捐 就能夠達到這個數字 所以真的一點也不難 何況這些大佬們 他們的身價每一個人 都是數百億以上 哪會在意這一點錢呢 只要國民黨是真的有一點勝算的話 或者說要稱之國民黨基本盤 這些人也會願意至少捐點錢 所以我說 拿到一兩億兩三億 甚至三四億的捐款 這絕對都不難 所以在這裡 郭台銘呢應該是沒有什麼空間 用錢 非得讓國民黨低頭不可 但是還是奇怪的是 他怎麼樣就是可以跟國民黨別苗頭 那關鍵到底在哪呢 關鍵在於 全台灣的22個地方的議會 跟地方的派系 郭台銘確實掌控了一半 當然這裡面不含六都 而是六都以外呢 有將近十一個地方是被他掌控 這裡我曾經給大家介紹過 我們知道花蓮有花蓮王 雲林有雲林王 金門有金門王 這些人基本上都是藍營體系 再加上彰化有彰化王 苗栗有苗栗王 而這些都是屬於縣級單位 他還不是屬於市 不是屬於六都 也不是屬於三個省匣 那是如此一來 大家仔細瞧瞧 這些縣級單位的王 他如果都倒向郭台銘 或者跟郭台銘極為友好 那黨中央敢處理這些人嗎 又或者黨中央敢忽略郭台銘的存在嗎 答案當然不敢 既然不敢 那我們說郭台銘的存在 或郭台銘的競選方式 就繼續會對整個郭友宜有所威脅 感謝你的收看